天津四十年早点熬天 大铁锅酱子是特色 两口大锅一起熬 慢慢解起豆皮 两杆 还有冲花饼 几蛋锅子扎熬点 一口几蛋锅子 一口酱子熬味道 就是起一大早 给大锅分享一个熬味道 是吗 看看去 请卖锅子吧 这是卖锅子 卖几蛋锅子 你吃卖锅子 你就卖你自己的先 一会儿吃个再买 早在网上吃 对 对 来几张锅子 多少钱 五块 五块 几个一餐 四块 你搁一个不就完了吗 有一个的吗 一个多少钱 来一个 俩都吃不了有点 来 四块 四元 你这早上起来几点就开门 三点半 哇 三点半 这么早 夏天三点 这一弄就凉过 这都卖了一过了 就是买走的还比较多 对 看你这店就挺老的了 四十年了 八三年 八三年看着看 这个蒋子皮你还卖吗 卖 哦 卖蒋子皮 上后那是干的那是吧 那这都是皮 哦 这是蒋子皮 对 看的 哈哈 被看出来 这是村豆皮 这怎么办 这倒下拿水泡一下 拿凉水泡 我要一碗圆酱 给点皮行吗 嗯 然后再给我来三个大皮 一公多钱 十十二对不 小皮都不要开钱 不行不行不行 一皮二圆 小鲜餐 嗯 我偷呢 那条吗 还没拿呢 这是什么 做葱花瓶 做葱花瓶也不错 你看一下 葱葱就做 回来下回你再吃 行 下回再吃 嗯 走 这皮洗得太大了 看 我的蒋子皮 豆皮 对 我买干豆皮啊 他说你给我这里拌一点 然后咱们再拌 嗯 也蒋过两罐 嗯 圆酱 感觉就特别净 对 淡淡的糊味 嗯 这才是好味道 我让个一个鱼去干 人都要俩去干 好味道 好味道 这都忘了你了 好味道 这都忘了你了 一个头子 在酱子这光吃个豆腐 但是这个 这种老材子 豆皮这个 还真是有点少见是吧 酱子 拿几个 我都是尿了吗 脖子就尿了 你看点 脖子就尿了 主要才是 酱自然省城的皮 这个很少见 这种大铁锅的酱子 您觉得怎么样 嗯 给视频道整啊 再见